好,歡迎又到最新一集的《創出時機》,我是你的主持人士敬恆 今天很開心請到我們的創業主動創業會成員之一 亦都是萬希全的創辦人William Hello,謝謝會長 剛才恭喜你加入了創業主動創業會大家庭 謝謝你,你的公司即使不認識你都見過你的創業 無論是蝙蝠俠、Iron Man、Transformer 你已經和Marvel做了賣新契 合作得很開心,一路全部下去 今年開始做Avenger 一隻一隻這樣做 我們做了限量版幾百隻Iron Man 一百隻Captain America 這個可能會買回美國或全球 這個我們暫時主要都是大中華的地區 OK 因為我們做限量版,希望多些人去找這隻標 然後可能找不到 然後接下來的標戰,有些媒體就會來嘗試去報道這隻標 然後就盡量令到有人去… 有Noise 對,有Noise 那說一下你的歷史,年輕人,你的人物都很廣 是會長給你們 哈哈哈哈 精通人物網絡 你也是三十出頭 是呀,今年三十歲 哈哈哈哈 我三十歲的時候,我做Office Boy那種 你是剛剛畢業之後呢 是 就回來香港就已經搞標了 是嗎? 其實那時候我創業就是少少天時地人 是 因為那時候剛好呢 我在Connell讀書 Connell,I believe 真是很幸運 進去讀Econ 就是那時候讀Master 但是那時候剛好就是Lehmann Brothers倒閉 那麼那時候就很難找工作 因為Lehmann Brothers倒閉 變成了周圍的學生呢 要是就讀多個Master 避一避 甚至乎就更加決心讀PhD 要是呢,第二條路就自己創業 那時候的學生、老師都很鼓勵創業 那我又属於喜歡創業的那班 又覺得好玩 那我就經常想很多 其實那時候想很多Business 都是一些Internet 因為那時候… Platform 最喜歡做Platform 那時候很流行 就是全部Case Study都是Platform 那直至到… 因為那時候的Business Model 都不是好得 因為我… 我不是讀這個Major 還有… 我不是這個Major 和那個Business Model 不夠perfect 所以一直都沒有execute 那直至到寫論文那時候 那時候呢 因為讀Econ 就是Run那些Regression 很多統計學那些東西 那很多同學呢 就很多時候呢 他們都選擇去做 一些股票的數據 或者馬會的數據 一些公開的數據 那相當特別一點的題材 那我家裡有一個股東 有些股份 有一個做基心的廠 那那個基心廠呢 就可以用到這些data 用到一二八個師傅呢 去查他的生產力 和他的教育水平 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最後就說有 就是那個師傅 學力越高 是的 就… productivity 越高 但是他劈砍機會越高 也是 沒錯 你說得對 所以那時候就研究到 論文就知道 寫了說有 但是發現了一個廠 做到陀飛輪的技術 就是只有三四個廠 因這件事就得到別的東西 是的 就知道這個技術 全世界只有三十個廠做到 OK 那現在其實那些名牌 好像努力士 那些不是陀飛輪 努力士沒有做陀飛輪的 什麼叫陀飛輪和非陀飛輪呢 我都知道 我只是記得 向會長回報 陳奕迅有首歌叫陀飛輪 是的 叫人家珍惜時間 那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陀飛輪是機械錶的一個技術 最複雜的技術之一 為什麼會有陀飛輪的誕生呢 就是回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電子錶 還沒有碗錶 什麼叫碗錶 但是手腕上面叫碗錶 那全部都是用陀錶 就是Pocket watch 一按一按 這個就會動 那時候有個問題 那機械錶最重要的零件 叫擺輪 擺輪的最後動 就令到使君針走 所以擺輪是很重要的 那時候陀錶有個問題 就是擺輪有一個角度 要走得最漂亮的 但是長期來 有地心吸引影響之下 令到它的角度走得最準 直至有一個叫Lewis Brigade 發明了陀飛輪 令到擺輪之後動 三六十度轉個圈 就反力心吸引 這個就叫做陀飛輪 那是陀錶特別 特別有這個幫助 但其實帶碗錶 帶其他東西的影響 就不太大 那為什麼你對這個技術這樣吸引呢 因為我覺得 其實也有小小小的原始於 因為小時候 因為 之前小時候 家裡都有投資的機身廠 有時小時候都會回去看 當時沒有做到陀飛輪 但是師傅有時做機器的機身 很小粒的零件 有時覺得一心呼吸 好像吸進去 這麼厲害 很小 所以覺得 那些師傅很厲害 我覺得挺有興趣 直至到寫輪文的時候 更加知道有商機 那我不如回去 就很想創這個陀飛輪 因為做到的技術很少 OK 明白明白 你拿這個賽賽大賞 是因為你的創意 應該你先創意 就是做了一個 license agreement 是 你是主要跟Marvel 就是Disney那邊談 其實我們 我就自己定位為香港品牌 一開始很多人都說不是 就是香港品牌 很多人都很驚嚇 因為傳統幾萬元的標 很多選擇 沒有你夠膽說是香港品牌 所以我們就發覺香港品牌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我這麼堅持 雖然很多人反對 就是有中西合璧和香港精神 東方文化呢 我就喜歡用一些古董 因為我爸爸有喜歡木 以前我收藏在木 全部都很便宜 為什麼呢 30年前的時候 那些人當是柴燒的時候 已經收藏 收藏 現在就貴了 現在都OK 不是那些 你知道 很天價 因為那些木 不是那些黃花梨 但是就有興趣 在那裡 然後西方那些 找一些Sewer Hero 還有分享一個 還有香港精神系列 我就找了很多 Celebrities 還有再鼓勵 現在的創業家 設計師 不同的名人 去合作 就有幾個方向 那你香港精神那些 和Celebrity是怎樣 是他們的樣子 在那裡 不是的 就不是一個 好像傳統標品牌的代言 我們就是 以去為一個設計師 而去地的範疇 不只是一定是藝術 我們有 譬如去到設計界 都出名 近帝強 近叔 設計中國銀行 有位很出名的設計師 還有當然 演藝界 我們有做過 譬如說 和Mark 和雷仲德先生 現在都夾得很開心 又和李佳欣合作 你已經整個半個娛樂圈來的 我想請教你廣告怎樣拍 會長 我們? 我們宣傳這些 這麼便宜不適合你 不是的 我真的很欣賞你的 謝謝 不如你分享一下 我拍廣告嗎? 隨隨便 叫人來 拍廣告 叫我老婆 親戚 全部來拍廣告 超厲害 你看 成本更加用得好 我自己都是 找回名人 做回一個 像Cross Over 你直接把一個普通 普通市民 對 那都要我的朋友 我有個拍攝 我養救我家人才行 哈哈 想問你 好像 你給我的照片 就是 家裡環境不錯 學歷不錯 人物不錯 已經贏了 贏了一半 是 有沒有受過錯誌? 其實也有 不過我自己很幸運 因為 我有兩個身份 第一個是創業家 所以你看到我又會去參加 譬如匯豐翠比賽 獲金獎 又會有很多分享創業 多謝 多謝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傳承 就是怎樣將 剛好爸爸 我爸爸有粉投資的廠 怎樣有一個廠 又可以將他加條線做品牌 其實挫折 對比你 我和你私底下經過 一定要聽你分享 但我趕完線很快 我們其實就是小康之家 我們只是中小企 我們只是做廠 真的 真的 但是我自己壓力大 首先要得到家人的贊成 因為當時 一聽到想創業 家人第一個反應 這次很糟糕 為什麼呢 他會害怕 就是 你會不會 因為當時做iBank 傳統讀Econ 在Cornel 還找到Banking 我回到香港 當然是慢慢做IPO 做一兩點 他就很害怕 你說創業 你知道創業的 自己想怎樣就行 他就很害怕 心產 懶了 為了壞了 沒有鬥志 對 找藉口 創業做藉口 其實就不想上班 很擔心這件事 我當時跟他說 你給我一年時間 一年如果做得不好 我就回去 做iBank 對 打上班 如果可以的話 就繼續堅持下去 因為我真的很想做 在退休之前 我都游說自己 那你現在是怎樣平衡創業和傳承 你家人現在都有一些 表現的生意 是嗎 其實就是 因為他也是有份 所以變了就是 那個廠裡面 他一直都做OEM 但我就嘗試地 透過 因為這件事就複雜了 但有優勢 優勢上 我在QC 在質量方面 我有優勢 但當然還有 你知道國內 很多的 就是 平時都只是買買關係 簡單 現在還要 多了 又要跟廠長 加深了解溝通 就複雜了 有好有挑戰 看看怎樣去做 那你自己做的那裏 我明白了 要聚早 那你家裏那裏就這樣 取消他們的 或者他們的 資金 其實沒有 我從我創業到現在 全部都用我自己的 我沒有 我家人 那你家裏 你說成全 那他預期你會幫家裏 那我希望 應該也是 即將來 大約將會有這件事 我想也會 那你的負責也挺大 我家裏很幸運 反而對我 其實我家裏是做電子生意的 他主力是做了幾十年的電子 那廠打算大約給你做 其實沒有 有一個大集團 其實我多謝你 我也很希望 但我們現在的電子 因為都很難做 都差不多直樣的行業 所以都 找舊的 那我再做其他事情 好 現在努力做標 是 或者跟你Cross Over 你初初是 安本創業的時候 你想到有個陀飛輪 你是先找到一個設計 開一間公司 即是請一個人 要是找到一些人 幫你推一下標 那時候 就 艱難的 因為那時候第一天 就要馬上整實 那我就遲到第二天 就立即上班 就去了柴灣 其實就在旁邊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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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那些 這麼漂亮的裝修 那時候就借了一個位 做電子位 把電子貨放在旁邊 那我要儲錢 買第一批貨 那我就賣著廠下面 有一個 註冊了的 外國的 陀飛輪品牌 但是做不起的 那個品牌 即是你買了它 我就可以 拿它的貨來賣 那時候 因為我本 我沒有本 我只拿了一個位 我自己的工資 又可以很隨意 那時候就自己打單 推銷去跑 去跑 然後 爸爸的朋友 也好 我自己的朋友 周圍 其實那時候 還沒有 因為我們的標是沒有認識的 但是就 都給你一個機會 始終你爸爸 不是說錢 是 但是怎麼都會 不用幫忙 當然也會 我們都 但是 這個只不過被你開了門 開了門 但是始終你的東西 行不行的話 是 始終你行不行 就要看你自己了 所以就 那時候都幾 難聽說 就口轉面皮 就真的去 跑到後面 其實 聖誕生兒情日節 那時候都很大心理陰影 因為那時候為什麼呢 很害怕 一鋪都清袋 就是 你也知道儲得很少 那時候的錢已經多過 做投資銀行的人工了 但是一鋪都 買了那批錶 再放到店裡 那時候我都有點害怕 那時就開始爆上去 爆上去 爆上去就是 我出了第一批貨 那時候都很害怕 但是 那時候請了一個同事 然後跟他一起跑街 就走運一條街 入一些錶店 十間到九間都說 什麼 一聽都還沒聽過 這個牌子 還沒聽過你的名字 還沒聽過 那時候 原來你是誰的 沒有 那時候真的沒有 家裡真的 我媽媽真的不懂 所以那時候 很艱難 可能工業那邊 會屬下領袖 第二個範疇 那你經常被人拒絕 好 那怎樣開始 OK 拒絕了很多間 有四五間 那時候也不是說 跟他入貨 只不過是借個位 找到一些 老字號的中標店 或者是一些珠寶 主要都是珠寶店 珠寶店 很少有這些錶 還有一些下戶群 可能中 那我就放在那裡 那時候的賣價很便宜 還有 其實那時候做錯 很多execution 都不會的 但是幸好有個價格 便宜 還有那時候的市場 都很特別 還有我設計很特別 就是用木雕放在錶面上 很多媒體免費服務 80後創業 香港 這個 是 所以如果你80後創業 是有很多免費宣傳 我經常都說高高班 Steven 為何這麼成名 因為他樣子像年輕 你看他的對手這麼老 你怎麼成名 這是一個 年輕人的創業 是傳媒很喜歡訪問的 很喜歡訪問 還有我覺得你的創業 也鼓勵了我 那時候 可不可以有機會分享一下 回長 那些比較慘 早上回來 家裏有生意 但算是家禄中學生意不太好 是 欠一下巨債 那時候也有幾千萬巨債 什麼時候 即是家裏的 要什麼 有個廠 就做迷你倉 但是做迷你倉 初初找一條路 想著方寶一下 好像希望可以進入投資金 但進不了 二百分求職信 再沒有人請 那 一邊做迷你倉 一邊做 那時候 最慘最慘就是 沒有錢 總之八達通 吃什麼就夠吃 一元都沒有 全部吃八達通 那些麵包 最厲害就是試過 九個月左右 是連飯盒都沒有錢吃 是吃麵包 九個月 你知道原來是 坐電車是便宜 坐電車和巴士 每天是便宜過坐地鐵 我以前不知道 我現在 當年就知道 是地鐵都沒有錢搭 是要坐巴士 或者電車 那時候 那時候還要加 那時候就做迷你倉 慢慢做 其實那時候 我們欠銀行 就是欠銀行 欠十萬元一個月 但是我們還錢 但我打工 我怎麼打呢 我打不到 一個月兩三萬 你怎麼打 讀了MBA 你兩三萬元都打不到 十萬元我們轉了做Mortgage 因為我有個Auntie 在匯豐那裏 拉長 由十年變了25年 由十萬變了六萬五 都不夠錢還 九一一 九一一之後 跌了這幾息 由六萬五 給了五萬六 剛剛那時候 我一個月賺六千元 六萬元 六萬元 那時候都很厲害 對 但是賺六萬元 只可以花四千元 因為五萬六 是用來供樓的 已經欠了四個月 沒有還錢 那銀行已經上來 想拍賣幾次 只不過我們 層數低 經常拍來拍不到 哈哈 這樣 就試過給大吉隆收數 大吉隆收數 就去灣仔那裏報警 是 灣仔那裏被警察處 時生 你欠人錢 人家收取數 說髒話 問候你天公地道 你欠個錢 我都問候你 他不斷找我們 知道家人 那怎麼辦 想到妙計 就是 知道側如沖的警察罐是沒有人的 這樣 我就去做大吉隆買衣服 就撕爛他 然後再跑三個圈 跑到氣裡去 就衝進去側如沖的警察罐 我懷疑 我沒有肯定 我懷疑 有人在追我 他問什麼事 他問我不知道 但是有這個收數樓 就經常查查找我 那就馬上落快落 以前一直都不能落 然後他找了那個 收數公司幾次之後 之前沒有找我們 可能巿銀幣不夠大 也可能對錢 也挺驚險的 所以人家做的生意這麼附近 你說 其實我總是需要本身賣 錢的都有夠低 但我只能一元只有三元 但當年我已經結束了 說完事實就沒有 我问你如何谈计划 Disney是很厉害的 你都明白Disney的那些人是吃得很准的 很辛苦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被reject的 你这些外国品牌 你这些唐飞链的价钱 你的样子又弄成这样 那我怎么做 很多人都担心的 大家听到香港品牌 很多人都很支持 真是真心的 很多前辈 譬如太子老板 很多人都觉得香港品牌 香港精神都支持我 是不是 还有很多艺术师 很多不同的计划师 都觉得挺难得 因为我所有的superhero合作 我都是坚持找回香港设计师去设计 这件事我觉得都挺特别 还有我们被人reject完之后 不要紧要继续努力 一步一步去做 所以当时就这样一步一步去build up 慢慢成功了之后 因为好在香港有什么优势的创业 就是一个圈子传得很快 很快有很多朋友都会认识 听到 这个年轻人有心 肯示给他一些机会 那有些事情 走走这个年轻人 邀请我来访问 那未来有什么大契 未来都继续坚持香港设计 我们未来有一个香港研发室 开张 其实就会做香港装衡 因为我的目标就是 做到香港的陀菲伦 是第一个品牌可以大量做到陀菲伦 是由香港设计 当然大量的意思都是有限 但是很多朋友都可以买到一只陀菲伦 由香港设计到香港製造 都可以做到 我请了三四个师傅 就在千里二千尺有一个厂房仔 我们已经投资了 在今年零售业很艰难的时刻 但我决定 我反而没有想过 做太多financing的东西 我想将我的brand image 你现在是有没有inventory的呢 有的 也有的 如果他 因为做生意 一样东西叫做bowwick effect 我不知你没有读过 请教你 show time 譬如说他今天订一千只 那你就拿一千只 怎料他很快就订一千五只 那你说 喂 细不够 你经常没有 那你就先订二千只 那他下次订二千只 不行 太快 你一迟他不要 那你就先订三千只 那下次他突然停了 那你的东西 怎样搞 因为他去前面 他会比你快 你会有overproduction in anticipation 他的嘛 他在stop的时候 你的东西 好就好在build 因为他就可以stow 但如果他的fashion 一转了 或者你耗一年 一年后人家不流行marvels 那你就麻烦了 那你们有什么 有什么防范的东西 还有你有没有试过这个东西 其实也有 很长期面对 所以你说得太好了 你一说就说中我们 现在创业家面对这些难题 不幸中的大行 就是说我们在集货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个优势 不知道是不是算优势 其实也是一个平颈 就是唐飞链太难做 哦 因为平颈 因为唐飞链由零开始严格来做 要六个月的时间 哦 所以我们现在快极 用尽我们厂的资源 或者现在香港有师傅快点 日本有一条生产事 还是供不应求的 呃 因为量真的少 那你不怕 只要他需要一百只 你也是给五十只 其实 所以你有些少产生产品 你也不怕 其实可以这么说 但是也是有个可惜 就是有时 知道市场需要的时候 做不到 一有一个延期时间在 是 就怕没有了市场 所以我们在想 怎样增加产量 保持质量 可以不断提升 就是这件事 就是我们觉得 因为陀飞链 我们这么大胆 做一个 比如说 人人都带到陀飞链 就是我想做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因为传统的陀飞链 几十几百万一只 哇 几万一只 但我们就要想办法 可以满足到技术 和质量 现在你任何时 你存货量都不少 都有 都有 但有时会突然 因为 因为 幸好 都是批准的 通常都是 十一月到二月 就是聖诞 新年情人绝 对 那时就会 厉害一点 如果真的 因为有时 我也和会长分享多些 就是说 有些客人 有时真的说 整烂了 有时不同国家 不同客人 有不同的保养 有时虽然说 要怎样小心 但有时撞眼 我们一急起来 我们真的可以 传定基心 换 换基心 讲开中标 江湖传闻 即是四五十年前 我不说名字 有些中标 中标那些 怎样起家呢 听说就是买一些努力士 然后呢 自己拆了一个盖 双几粒鑽石下去 就是说是鑽石板 这样 有没有听过这件事 我就 因为关系 这样很稳 例如这只标 可能两皮的 他拆了我去 可能他 鑽石板的努力士 可能是二皮的 好吧 我十七万块给你 他自己伤下去 现在还夸张 现在还夸张 现在你想想 那些 譬如老城 很多 你看到那些 哇 真是仿真度 那些是假的 所以我觉得 有些可惜 我经常跟标行 前辈分享的事 就好像我当时创业 我当时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要把目标 放上标面 为什么你要搞那么多东西 很简单 你传统当然是外国买的品牌 也免得被人抄 对 外国买的品牌 然后你现在的样子 做到差不多 跟外国差不多 买十分之一价钱 现在的技术 现在的接近做到 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话 其实就 没有意思 不是做品牌 但是现在就 这个真的越来越 厉害 厉害到 那边的市场 很真 现在都有假的万希全 没有 没有 好像有 很榮衡 又不见有些假的时窗战 不过有 有 官堂有一家叫做新时窗 不是来说 被我告到他脱口之后 现在招牌 一定有 我想 最后有什么奉献给一些 奉献给我们想创业的年轻人 创业的年轻人 我们最重要是努力 有创业 认识多娱乐界的人 和他们拿到自己的照片 做品牌 亂打人 那之后 那些人就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还有 一定要说自己是香港品牌 我觉得要支持香港品牌 这个很重要 但是挫折应该 一定有 一定有 其实我们越做 当然乐观 还有最重要是自我反省系统要够强 还有要跟 自己唱 学习 谢谢 谢谢 谢谢